我們現在在做了一個音質空汙觀測網的專案 一開始我們就是關注這個空汙液體 所以我們商務好友就來做這個物聯網的空汙感測器 然後也做了一個這樣的地圖 下面看到這個解釁的地圖 然後來可以看這些機器的資料 後來V0B有一個貓大的 他就PO出了類似的概念 所以我們要來DIY用空汙感測器 所以我們就開始跟V0B有些接觸 那這個過程中就發現其實天啊 全世界都在做啊 這個物聯網做空汙感測器 其實太多人都想做這件事情 但是有一個問題就是各自的平台都不太相容 那他們有各自的來DIY 然後他們對於社會議題的著力點其實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現在的專案目標就是 我們希望可以整合各個這樣開發社群的貢獻 讓他們的這些資料的效率最大化 也做一個即時空汙狀態追蹤 然後可以就是達到排路監督的社會效率 那我們目前做出來的專案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因為看到很多地方其實綠油油好像空氣很好 那其實你套一下NASA圖層 就可以發現環保署的分體其實太寬鬆了 所以你在右邊就看到其實很多地方的污染量 已經是累積到一定的程度了 那你從這些點可以點進去 可以看到幾個不同的測站來 譬如說環保署的測站 或我們做的QQ的還有Loss的資料來源 那我們網站還可以輸出表格模式 那這樣你們就可以 大家就可以很輕鬆的 把它Copy到一次額上面 就可以直接做過去的分析 那其實就是為了讓這些資料 可以容易被大眾所使用 所以我們專案集的最大的目標 就是講到整個幾個資料 比如說觀測還有排路的氣象 這大概是空汙的核心資料 像為什麼我們要需要氣象資料 像看資料圖 像台灣這個吹的是東風 那再看我把疊上就是當時的那個空汙圖 就會發現西南部的空氣頂級是比較差的 那其實這個原因就是因為來自於 在吹東風的時候 這個點點高壓迴流的天氣形 看看西南部的一個是背風面 那它的擴散條件就很長 那常常就會有指導現象 所以這樣資料的話 就可以讓使用者一目瞭然說 我們現在的空汙狀態是怎麼樣的狀態 那可能是什麼樣的原因 那我們就尋求一些有興趣的人 一起來幫忙做這些東西 那第一個就是 我們會需要很多的資料來源 比如說像交通排路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們就沒有頭緒 我們要去哪裡弄買 比如說可能可以用交通流量來換算 我們還不確定 那資料工程之下的潛大工程 這個都是非常需要的技術 然後最後就是測散紀念者 因為如果我們測散的地理 分布越綿密 那這樣觀測資料呈現出來 我就會越可欣越用 那就是這樣 謝謝大家 希望大家可以給朋友幫助 空附的議題 謝謝